自5月21日,广州新增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 广州市民接种新冠疫苗的意愿愈发强烈 许多接种点排起了长龙 5月26日,记者来到广州市第12人民医院 新冠疫苗接种点看到,市民有序排队 医护在现场耐心回答市民有关疫苗接种的相关情况 现场秩序井然 疫苗接种前,护士询问接种者身体状况和提醒接种后的注意事项 记者了解到,接种疫苗后,在流关区等候的市民 普遍认为身体没有感觉不适 接种疫苗尽快建立人群免疫屏障,能更好的防控疫情 感觉还是蛮轻松的吧 因为就感觉扎的那一下也不是很痛 然后就轻轻地盯了一下,也还没有自己掐自己疼 过程还是很快的,就大概从进去到出来一分钟吧,不到,很快 我觉得接种疫苗应该算是大家分内之内的一个事情吧 因为毕竟是整个国家建立群体免疫的一个基础 所以就还是最好,大家能接受就接受,接种疫苗 今天打的是第一针,之前是因为身体老是过敏嘛,就不太敢来打 后来听说好像打也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刚刚也已经流关了三十多分钟了,我挺好的,也不痛,就觉得还可以吧 然后为了这个疫情防护常态化,然后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吧 因为为了个人的健康,或家庭的健康,或社会的健康 所以呢,我年龄大也要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门急诊护士长曹力告诉记者 面对近日来接种人员增多的情况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启动相应预案,保证接种工作有序开展 随着大家的防护意识越来越强,那来我们医院接种疫苗的市民是越来越多 早上七点多钟就来排队,进行一个接种 我们医院非常的重视,征派了许多的人手,包括医生护士,也调整了各个班次 当日傍晚,记者在天河体育中心新冠疫苗接种点看到 现场依然有许多市民排队等候接种 有市民希望现场排队拿号接种 但纷纷被告知已无余号 据了解,因疫苗供应数量有限 广州多个疫苗接种点暂停现场派号 仅接受网络预约接种 居民需凭预约成功短信或预约二维码进场接种 现场排队时做好防护措施,戴口罩,保持距离